前首相马哈迪早前向首相安华发出律师信 要求安华在7天内撤回针对他的敛财论 如今安华的律师要求更多时间来准备答复 而马哈迪也同意了这项要求 根据DH报道 马哈迪的律师发文告指出 安华的律师要求将答复延期至4月17日 对于安华律师的要求 马哈迪的律师表示他们没有异议 今年3月 安华在公正党特别大会上 说某人掌权22年又22个月时 为自己孩子和家人敛财 而这个人在失去权力后才谈论人民的问题 马哈迪随后批评安华的言论是恶劣的指控 且明显是在说他 让人以为他偷钱挪用公款等 马哈迪于是向安华发出律师信 要求安华撤回言论 否则就会起诉安华诽谤 記者 李宗盛 请펀订订订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